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查士沃 做码头琴的 我做码头琴17年了 92年开始做工子 2000年开始我做码头琴 现在建立一个厂子 码头琴乐器厂 年产量上千把 做好琴挺不容易的 因为木头的软和硬 琴的薄度厚度尺寸都有关系 这码头琴乐器 我们蒙古住的一个最代表性的乐器 沙漠为码头 所以说叫码头琴 我们用的这个U7都是小提琴的U7 都是手工刷 而且比传统做法的作用 这两根琴 其实这个一根琴好多问题 可以说世界上乐器里 最多的一个乐器 做青春四十千懂音色 音色不能模仿别人 跟人家歌唱下的嗓子一样 我们也说不出来这个音色到底什么音色 但是我们耳朵里有个音色 肯定跟别人的琴不一样 我做的琴我能听出来 完全手工 我不用机器 马特琴这个声音是怎么来的 是真动怎么叫真动 木头的软和硬薄厚 机器做到这个薄厚都一模一样 声音上肯定有差别 就说我是必须拿手工传下去 穿下去 一把的摩得好 马特琴